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姊妹 《心灵真寶》今天的主题是 许多圣经说明神赦免的完全 使我们心灵释放 充满信心享受神的爱 第三部分 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得救很有把握 约翰福音第五章 很清楚说到 我们不至于定罪 已经出死入身 十字架是神的智慧和能力 很合理 也都完全公义 主所付出的 可以担当我们的罪 而且有余 圣经用各方面 来说明这件事 使我们的心 能够完全释放 特别在失败的时候 更加要知道 我们和神之间 已经没有任何阻隔 因为 神已经将我们的罪 踏在脚下 投于深海 我应该知道自己永远都是得救 应该很有信心的 没有把握 知道我永远都没有了罪 我觉得最宝贵就是 你现在失败了 你帮他还是没有罪的 永远完全 欣贵是第十章 因为他在摄影数字 我在神面前是永远完全的 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完全的 羊分第五章二十四节 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听我说 有信差我来者的 就永生 很清楚这个 不至于定罪 所以我永远都不会并定罪 不至于定罪 所以我永远都不会并定罪 将来的审判 我没有关系 我已经是 赦变了 我已经帮主同死 我已经在十二戒上 已经受了审判 那听我说 那听我说 有信差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 不知遇的罪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自己是永远都不会定罪的 主要说清楚了 就不至于定罪 已经出了死了 我已经出死入生 另外的圣经也说到 我进到奇妙的光明里面 永远都在奇妙的光明里面 会在光明中 他说你换来 我给辩论 你的罪 虽然好像珠虹 也变成雪白 虽然虹如单眼 卑如阳墓 圣经也说到 受的就是神的智慧和能力 是很合理的 完全公义 所以神圣灵的罪 是公义的 是信实的 必要圣灵的罪 很合理 所以他说 你来吧 我们辩论 一臣是义的 本来一臣是圣灵的 公义的 有罪 他不会当是无罪 就是因为主要 钉了十二架 担当了我的罪 所以圣灵我们是公义的 所以神会说 你要来 我也辩论 如果你觉得 你不敢想自己的罪这么大 可以完全白 像羊毛一样 比雪金白 他说来吧 大家谈一下 一臣他是这样的 不是偏心 因为他的爱子已经付出了 就超过了 担当我的罪有余的 在主的出席的时候 此任约翰就说 他就是神是羔羊 我们看第二日九节 此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纳里 就说 看啊神的羔羊 除去 挖了背负 世人罪的 主他又背负了我的罪 除掉了 所以我所做是除掉了 没有了 太宝贵他不能背负了 因为他背负了 所以除去了 所有的罪 所以这些来形容 没有了 没有了 已经 所以各种的说法 没有了 有一书第一章 第七节 我们若在光明中下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就彼此相交 彼此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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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有什么罪 即是洗净了 即是洗净了 因为除掉了 这些有不同的方法来说 尼教书第七章 神的样各方面 目的就是在我们心里而释放 我告訴你 就是在神帮你中间 你不要再有什么阴影 包括最重要是有失败事更加重要 你要知道 那根本 你帮神的中间 是没有什么阻碍 抑上去 立刻又回身 尼教书第七章 十八節:「骨臣有賀臣將你,赦免罪業,遙恕你踩越之愚民的罪過,不永遠懷怒,喜愛詩人,必再憐憫我們,將我們的罪業納在腳下,將我們一切罪投於深海。」 現在人可以到月球,但是最深的那些,因為壓力太大,實際很難到深海,神將我一切罪投於深海,根本就沒有辦法找出來,即是不再見,就將我一切罪投於腳下,這樣形容。 神啊,有賀臣將你,赦免罪業,赦免罪業。 神啊,有賀臣將你,赦免罪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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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赦免 搭在脚下,有着我判定一切追,透于心开,受于心开。 好不贵,霍卿那时,他特别在神里面,他说了神将我一阵抛在背后,我觉得很好,没有人看到半只,神将我一阵抛在背后,即是不再见了。